我叫劉曉冬 我来自北京 大概从小就画画 我喜欢人对人的直接去画 无论去哪里 我想直接面对他们去画下他们 其实我的画 有很多社会背景 DONUS收藏这件 其实我是2000 应该是2010年 我在中国的无锡的太湖里面画的 我请了七个厅力小男孩坐在一条船上 然后在岸上搭了一个棚子 我直接面对他们 他们一直坐在船上 我面对他们画下他们 因为当年太湖有很多污染 那个海藻长了非常非常多 虽然你看上去很美 因为是绿色的海藻 可是真正生活在那儿 海藻会使很多鱼 很多水里的生物 会受到很多伤害 面对这种自然的或者是人为的灾难 有一种触动 所以我想画下这张画 因为人的一生天灾人祸会遇到很多 包括这张画 上一次我听妹说这边要着火了 山林要着火 只差500米就烧到这张画 可是那个火突然就转方向了 我非常高兴 因为我画的是水 给他这个葡萄园带来了一种幸运 水是灭活的 所以这都是很巧合的因缘和故事 艺术品是这样 你要爱他 他会给你带来幸运 虽然是我的画 经过看别人的 在看这边的风景 我觉得他很适合在这个环境里 我觉得很美妙 就是他是水天一色的 水和天都在一起的 虽然是一个集体的少年 但是各自有各自的孤单 风景太美 会使人产生一种美好中的孤单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放这儿 走了一圈以后 我感觉更好一些 我希望来这画前的人 先走一走这片风景 突然一进来就喝酒 他对这张画和对这个风景的关系 缺少一些联想 先看看风景 然后最后回到这儿休息 可能会感觉到 中文叫同舟共济 一种既美好 有一点忧伤 有一点非常非常缓慢的情感在里面 我当然希望这样的一种欣赏次序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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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